就是不着相 用现在话来说 不受外境的诱惑 这个叫禅 定是不动心 心里面常常保持亲近 不起分别 不起烦恼 不起执着 这就是定 实在慧能大使 他是听金刚经开悟的 所以他解释这个禅定 反而是以金刚经来的 佛在金刚经里有一两句话说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就是禅 如如不动就是定 那么由此可知 禅定 修禅定 不是天天在面壁打坐 秘密打坐 那是你的一种 其实行住住屋 所有一切活动 只要你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你就是禅定 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 看到这些菩萨们 他们禅定在哪里修呢 在市场 经上讲市禅 用我们现在最热闹的商场 他就逛商场 逛商场 他修禅定 这个意思都要懂得 你就明掉了 他逛商场的时候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不得 那是会 样样清楚 样样了解 但是所有这些琳琅满目的 不能诱惑他 他不受诱惑 这就是这样 他心里如如不动 就是定 所以人家逛商场 是修什么 修订修会呀 不像凡夫的 一看到这个 就被吸引住了 哎呀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就动着心了